各位同学,接着我们就会讲AV dissociation AV dissociation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来分SVT和VT 问题就是你能否看得到 我们之前讲AV dissociation 我想提醒大家 其实有三种VA relationship during VT 最常见就是V dissociation 就是说V和A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relationship就是AV note during VT 不能够RetroGray的方向 它是可以AntiGray的 如果AntiGray的时候 幸好Venticle不是Refractory 它就可以有Capture和Fusion 第三种可能发生的关系 就是VA association 因为有些很慢的VT 其实是可以RetroGray到A的 所以VA conduction 在JC找到是不代表它不是VT 因为其实都可以发生的 去研究这个VA relationship during VT 有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找A仔 然后将A仔和V仔的关系分析 第二就是靠QRS的样子转移 然后我们去看 这会更容易 因为QRS的样子变了 由肥变了瘦 这会比起一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大很高很肥的QRS 里面找一个QPP 是容易很多的 那我们现在就说AB dissociation 那by definition AB dissociation 也就是说A有A行 V有V行 它们是independent的意思 那有两种AB dissociation 第一就是 Sinus node去不了Venticle 即Pacemaker cell 失败了的时候 它底下层的Cell 就会takeoverRhythm by default 那效果呢 就是Rhythm会越来越慢 因为底下层的Cell 它虽然可以抗得 比如肩脂Cell也好 增讯Cell也好 它是比Sinus Cell 那样东西 到我们说Bradicardia 会再回到这里 第二种AV dissociation 就不同了 那就是下面的Cell 是比上面的Cell 就叫Usurpation 就比它更快 都会造成AV dissociation 那四五幅公仔 就是说这样东西 第一幅公仔就是说AV dissociation Dual to complete hard block 那大家看到 如果AVNode block了 A的信号去不了V 那根本就会AV dissociation 那它的特点呢 就是A仔多过V仔 而V仔很慢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VA dissociation才对 因为V仔比A仔 所以V的Node 就会多过A很多 但是同学留意 其实这个AVNode 是可以两边的2-way conduction 那要当VT的时候 它是可以有VA的V dissociation 那整个Case V的Node 就会和A的Node 一样 那是很难分到 究竟是SVT还是VT 虽然这个VC VC通常都会很近 而和SVT的时候 的AntiGrade 的Block 长足的PR interval 就是不同 但是如果你是很快 Tekicardial 的时候 那些很短的分别 你就未必分得到 不单止VA可以Conduct VA甚至可以像AVNode AntiGrade 又有Wangibar Phenomenon 所以当这种VA association 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Glub 在一起的P仔 在一起 就是很难分 很欺人看的 那我现在这里 就跟着讲一个例子 如何在一座山里 找一朵花 就是P仔 大家都记得我说 Tekicg 就是要step by step 首先就是要针对KRS 从头每到脚 然后如果我们 每到不同的地方 就打个星星 就当它是P 然后把所有东西 放在一起 再去左度右度 看看interval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相同 有没有重复出现 这样我们就知道 它们的relationship 这幅公仔 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 这么难找到P仔 在DVT 因为DVT 就像一个尼巴 有些很粗的铁织 遮住尼巴后面的风景 就算有些花 有些星 在尼巴后面 我也未必容易察觉到 因为它们其实都是电流 它们搭在一起 好像那只大笨象 黏在大网蛇的肚子 是很难看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 每一条尼巴 一支棍子 那些前前后后 有没有凸凸出来 崩了 不同 那样 那样 B4D 我们当然要知道 P仔的样子 等于我们知道 这些星星是五只角 我们就会在尼巴和尼巴中间的空隙 尝试去找一下星星 这些五角星星里面的某些角 会露出来了 那这个例子 是我在这个 Professor Raylan的本书里 拿出来的 那很漂亮 那就说了很多东西 那首先 大家看到 有一堆Bt 它就自己停 然后自己再建 那我们就細心点 留意这些肥必 那些ECG的样子 由前去到后 那如果你細心看到 就会发觉 第一个肥必 的QRS 即是T Wave 和第二第三个 不同的 它是尖一点 和低一点的 那我们再比较 第二堆两个肥必 在一起的QRS 那这件事 又是重复发生的 真的每一个Bit 第一个QRS T Wave 都是怪怪的 那我们就用这些黄色的圈 把这些怪怪的T Wave 圈住了 然后呢 接着我们就继续捏了 那你继续捏的时候 发现 第二个Bit 第三个Bit 还没开始之前 那个ST 有点不妥的 又崩了 那这件事 又是重复发生 在第二堆肥必 身上 那我们就会 再记住它 用个红色的箭嘴 然后就看看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脚邦 fibers 到底是不是已躲在esFC 那我们将A仔仔 Jaуйте 买了一根排泄 然后就去量度它们的ROP interval 在这个公仔,大家就会发现它们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患者有这个VA conduction 而且是在Vankeeper的分析 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8分钟了 我们这个VA association和 dissociation就说到这里 到我们的Wordshop的时候,我们就会多些例子去看这些VA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会说Capture和Fusion 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我们就会认到问题很少见 因为要VT的Cycle Link Black够慢,我们才能看到 Capture和Fusion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主要是Ventical是Depolarized by Sinus Note 快一点,还是Ventical的Focus Venticular Focus,快一点 因为Ventical是Depolarized by 2个Focus 所以RR interval会短了 最多是短60ms 如果是Fusion的话 因为有部分的KrS是byFocus Ventical Focus 部分是byNormal Conduction System 就像DELTA那样 各样一半的样子就会 这个例子就是我在Professor Mariah 那本书里拿出来的 它有Ventical Focus 也很慢 主要都是Sinus Note的Conduction多 Bit1就是最少Fusion Bit7就是没有Fusion 大家就会看到KrS慢慢变脸 这个例子就是Capture Beat 除了KrS和Sinus Beat一样之外 如果你细心找的话 甚至会在之前T Wave 或者SDCM找到P Capture Beat